大家好,我是赵岩 本来今天说要给大家直播小鸟的浮花过程 但是山洞的网络不太好 所以说这个就停止了 就不再直播了 今天的话我们就开始正式干活了 这个地方的台阶还少几个台阶 所以今天我需要先运一些料 运一些料之后 然后把这个地方的台阶给它修一下 这几个台阶修好之后 基本来说这个路就可以了 因为下面这个地方的路都已经全部都铺好了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运料 但是今天这个料我觉得距离是比较远的 一直从下面打水井的这里 从这里然后一直运到那上面 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 今天能够运多少料 好了,废话不多说,开干 但是这里能够还要带着 是的,不用了 这个路超过一条 这是1 006 1 005 2 005 2 005 1 005 E8 005 2 005 我放在鳥丽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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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丽 按摩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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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蜂蜜是纯正的百花蜜 它不像上一批 上一批次是里面有槐花比较多 这批次是纯正的百花蜜 所以大家看这个颜色是比较重的 花香味也是比较重 因为我灌装的时候都能闻到 这个花香味特别重 这个百花蜜和槐花蜜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好了朋友们 今天这个料从最下面 然后运到了这里 这段路真的是很长 在家天特别热 都是满身大汗 这衣服全都湿了 夏天干活的话真的是很酸爽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视频再见